嘿好,大家好,我是小六 那上一集影片我來到了美國 拉斯爾加斯參加 WSOP 世界撲克大賽編號46 5000美元買入的六人桌 那這場比賽Day1跟韓國知名玩家 也是前電競選手的Yellow 插出了許多火花 Day2則是一開始跟GPI全球第一的亞裔玩家 Steven Song 以及撲克明星Daniel Nagarro同桌過後 後面也打出了不少精彩手牌 雖然Day1跟Day2的籌碼一直起起落落 跌跌撞撞的 不過我們還是成功的進入這場比賽的獎金權 獲得了最低8,053美元 大約台幣253,000的獎金 還沒有看過上一集影片的朋友 其間點選右上方的連結 才不會錯過前面的精彩片段 那這場比賽總共吸引了920位玩家參賽 締造了超過424萬美元的獎金 冠軍可以讀得超過771,000美元 約台幣2400美元的獎金 跟象徵有要的WSOP 冠軍精手鏈 那場上目前進入前圈後 只剩下大概130多位玩家 盲盾級別是5,000美元 大盲錢就1萬 而我則現在低於軍馬的20萬 也就是20個大盲左右 那我們辦法順利的挺過Day2 進入到Day3負賽 甚至是再次升跑 重新回到舉賽桌上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那影片開始之前的 波論你是要打撲克還是學撲克 所有你想知道的相關撲克資訊 都別忘了先加入我的官方LINE AT連結哦 如果想要了解 由我代言全世界最大的撲克平台 Natureless 所有最新優惠福利 與領取免費回饋活動的朋友 都可以去中我的VFB粉專跟IG 以及加入我的DC群組 就不會錯過所有的相關資訊啦 那先讓我們回到Day2 晚上時間結束後的牌桌上吧 這邊是BUTTONWAY的法國玩家 Jimmy Guerrero Open的23000 想玩家蓋牌之後 我在大盲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玩到了KQ童花 那這邊大盲對上BUTTON 19個BB KQ是可以選擇ALL IN 也可以選擇CALL的 那如果是不同花的KQ的話 因為EQ比較差的關係 我會傾向直接ALL IN 而童花的KQ 我只會看狀況來選擇CALL 或者是ALL IN 那這邊BUTTONWAY的法國Jimmy 他OPEN的23000 是2.3個大盲 比較大的一個尺寸 讓我的賠率比較不好 如果他是MIN RAISE 像是OPEN 2BB 賠率比較好的話 那我會選擇CALL 因此在這邊 我直接推出了ALL IN 那BUTTONWAY的法國Jimmy 想一想選擇了蓋牌之後 我收下這個底池 籌碼也回到了20多萬 接下來最後牌 是全部的玩家蓋牌 蓋到我在小盲的位置 我拿到了79不同花 那大盲位是上一集影片 一直幹我籌碼的 華裔玩家Philip Shin 我看看他的後手 大概只要15-16個大盲左右 那我選擇了LIMP 他看看自己的手牌 想了想 跟著CHAT BACK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ROCK來了AA9 非常好的翻牌 除了讓我擊中9一隊之外 再加上Philip他翻牌前 只有15-16個大盲的籌碼深度下 很多的A都會選擇RAISE 或是ALL IN 所以他的範圍裡面 其實沒有太多的A 那這邊我下注了1萬 三分之一個底池 也是一個大盲的尺寸 那Philip想一想 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TUNA了一張專塊石 除了讓檯面上 有了後門花 跟買順的可能之外 也是一張高牌 因此我選擇了CHAT 那Philip想一想 也選擇了CHAT 我們兩個人看到 盒牌 River來了一張梅花漆 讓檯面上有了順子的可能之外 也讓我多中了一個7一隊 不過對我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也沒有太多的改變 原因是因為我本來就已經有A9兩隊了 那這邊我的9一隊 是可以選擇CHAT CODE 也可以選擇下注的 這個就觀看玩家的傾向了 就是對方是比較侵略 像是我CHAT 他會轉一些J High Q High等 炸壺的話 我認為是可以選擇CHAT CODE 那如果這邊對方是比較被動 或是比較愛跟注的玩家的話 我在這邊是可以選擇下注拿價值的 因為我們的雙方範圍都太寬了 所以他在這裡是必須要跟注一些K High的組合的 再加上上一集的影片 我們可以知道Philip是一個 比較station 就是比較黏 跟注比較多的玩家 所以在這邊我想了想 下注了3萬 大約60%的底池 因為如果我有一些沒有攤牌價值的組合 純炸五的話也會下注這個尺寸 希望能夠給他範圍內的一些K 還施加壓力 那大盲位的Philip想了想 選擇了CODE 開牌後 他有80不同花 沒錯 他在翻牌上只有一張Overcut 而在轉牌就被他勾到了這張轉牌時 那我輸掉這個底池之後 籌碼也降到了20個大盲以上 而那Philip在翻牌上跟注80不同花 雖然有點邊緣 但也不算是錯誤啦 畢竟我們的範圍都非常寬之外 他也有後門瞬以及高張的機會 只是啊 又再次被他擊中了3張Out 有點無奈 對 看過上一集影片的朋友應該記得 我跟這位亞裔玩家Philip 對決到了好幾手牌 我之前對上他真的是狂輸猛輸 包含上一集影片 油手88 翻牌前All-in跑出他的K4掉了不少籌碼 不過我想 有打牌的朋友應該也有這種經驗 就是你在桌上對上某些人 可能在同一天或短時間內 你不論是領先還是路後 總是會輸給他 就是有點歪的感覺 那掉了這個牌之後 我的籌碼也降到了 只剩下10多個大盲 而正當我需要一個 累積籌碼的機會時 我馬上贏來了一手 打到歐1的關鍵手牌 現在這首牌是COA的老人生 Open了2萬 小門位的波蘭兇Rag 選擇了Call 那我在大盲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A2不同花 而這裡如果是生籌碼 然後跟著的玩家是Button的話 其實A2不同花是可以考慮蓋牌的 因為三個人的底池沒有位置 加上籌碼比較深的情況之下 A2不同花的EQR是比較差的 但這邊因為我只有十幾個大盲 會比生籌碼更容易實現權益之外 再加上COA的玩家 是桌上唯一的娛樂玩家 以及跟著的Call 是小忙 而不是Button 所以這邊的A2不同花是可以選擇跟著的 那我們三個人砍到翻牌 雙排的A35兩張黑桃 對我來說一個非常好的翻牌 除了讓我集中一個頂對A之外 還多了一個卡順四的可能 波蘭兇Rag跟我都過牌之後 COA的老先生下注了3萬 小忙玩家選擇了Call 那這邊確實有人有可能會有 比我們好的頂對A 可是在這個籌碼深度下 我的A2是絕對不會蓋牌的 因為我除了三張2之外 還有4張4卡 出了額外的機會 那這邊我也不會想要Race 因為在這邊Race 你通常就是留下比你好的A的組合 但是會把對方的炸虎組合給打掉 而我跟著的話 有機會讓對方的炸虎組合繼續走下去 因此我也選擇了Call 我們三個人看到轉牌 Turn了一張黑桃式 除了讓檯面上的正門花中了之外 也讓我的A2中了A2345的順子 那這時候小忙味的波蘭胸Race 立了出來的4萬 那基本上他當然有比我好的組合 像是他可能會有中了轉牌的銅花 或者是六七銅花比我大的順子等可能 那我的這個籌碼深度 我的順子是絕對不會蓋牌的 那這邊我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是我可以選擇All-in 第二個是我可以選擇Call 那因為這個底子已經16萬了 我湊手只有11萬 我SPR非常低的關係 所以我是絕對不會蓋牌的 那這邊我可以選擇All-in 也可以選擇Call 我來這邊All-in的優點是 如果波蘭的Regular他會有一些黑桃的做的話 因為賠率的關係是不會蓋牌的 通常都會支付 那平跟的優點則是我在這邊平跟的話 後面的那位老先生 要是他手上有一些黑桃高牌的組合的話 他有可能因為賠率的關係而跟住 讓我成得更多的籌碼 那這次我是選擇了Call 不過很可惜的是 老先生看看他的手牌之後 是選擇了蓋牌 那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Rira 一張磚塊可以算計這張白板Blank 那小忙的波蘭胸Race check 之後 這片檔我就是要推出All-in了 那其實我All-in也只有75,000 也就是大概30%左右的底池 那我認為他如果有一些MX 或者是兩隊的話 應該都會跟住的 不過很可惜的是 他可能是一些炸糊的組合 因為在我推出All-in之後 他沒想多久之後 就選擇了蓋牌 但我收下這個底池之後呢 抽牌也回到了30萬大關 那這把也收到之後 我的抽牌回到了30萬大關 盲子級別來到了小忙大忙 6千1萬個大忙前住1萬2 洗了一輪 眉牌掉到27萬後 我們分別又對上了 法國吉米 與菲利普 並來的一些火花手牌 接下來這把牌是 八層衛的法國吉米 Open了2600 我在大忙的位置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K9愛心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包擺了268 兩張愛心 對來說非常的好 我有兩高張戴K花的可能 那在我過牌之後 法國吉米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側拿了一張梅花酒 讓我擊中了頂對9 那這邊我就要自己主動跳出來下注了 因為在這個牌面上 我會有非常多的炸虎 像是買花 或者是像7X 5X 10X 等買順的組合之外 當然我也可以有一些兩隊 或者是順子這樣子打 那我下注了4萬 大概半個多頂級之後 八成位的法國吉米想一想 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何牌 那River來一張黑桃A 算是整副牌裡面最不好的一張牌 因為它的範圍裡面 本來就會有一些A高牌 或是A6啊 A2等組合之外 當然它也有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10J啊 Q10啊 TX等買順沒有中的組合 因此在這裡我是選擇了過牌 準備缺口 讓它那些沒中的買牌 會因為這張A而想要炸虎 不過在我過牌之後 法國吉米想一想 也選擇了過牌 而我打開我的K9 他蓋掉他的手牌 而我也收下這個底屍 那接下來這首牌呢 是全部的玩家蓋不蓋到 我在小房的位置 再次對決上我的Philip 我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6-9不同花 選擇了Limp 那大門位的Philip在這邊 他的後手傳碼是15個大盲 他看了看他的手牌 也選擇了Check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翻牌 他把牌的AA6 跟剛剛的劇情幾乎一模一樣 我同樣的擊中了一對6 也同樣的因為他只有15個大盲 所以他的範圍裡面沒有太多的A 以及像是77到KK等手禮隊 所以我下注了1萬2 3分之1個底屍 那他想一想 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推拿了一張黑桃4 對我來說非常的好 因為這是一張D牌 那我在這邊繼續下注了2萬 因為如果他在這邊有一些 譬如說KX啊 或者是QX的話 有可能再跟注第二次 想要抓我的隨機炸火 不過他想了半天之後 最後選擇了蓋牌 那我總算贏下了一次跟他的對決 所以籌碼也得到36萬多 沒錯這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底屍 但我總算從菲利普身上 已經下了第一個底屍 不過接下來我有一首A3童花 3betblog 失敗被推ALL IN 掉了7萬多後 又有一手牌 AJ OPEN 直接被射25個大盲 蓋掉 損失了大約10萬的籌碼 讓我降到只剩下26萬多時 我們對上了我們上家的玩家 波蘭胸哥 而且還打了一手不小的底屍 最後還是詢問的玩家 蓋牌蓋到小毛衛的波蘭胸REG 他選擇了LIMP 我在大毛衛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J8不同花選擇了Check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FT來了58K不同花 那我其實有一個第二對待好的踢腳 那小毛衛的波蘭胸REG 下注了1萬2 3分之1個底屍 我很標準地選擇了跟注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到了轉牌 看了一張愛心2 除了讓台面上有了後門花的可能之外 也讓譬如說一些A3啊 A4啊 或者是34等 有了後門順的可能 波蘭胸REG 繼續下注了4萬 大概3分之1個底屍 而當然 他這邊可能會有一些KX好的組合 但同樣他也會有 我剛剛講的那些買花買順的可能性 但在小大盲這麼寬的範圍內 我是必須跟注第二條街的 所以我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盒牌 那RIVER來的一張專塊A 小毛衛的波蘭胸REG 繼續下注了第三條街 75000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是想都沒有想 就選擇了秒COLE 那這個原因啊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先看到開牌後 他有4-6不同花 一個買順沒中 而我成功收下這個底子之後 充滿有回到了40萬大關 那這個牌如果照GTO理論上來說 是最邊緣的組合 你可以選擇FOLE 你也可以選擇COLE 那這種軟體理論上啊 比較接近的情況下 我過去的影片就有分享過 除了頻率之外 我們可以根據 對當下玩家傾向的解讀 來做調整 像這位波蘭胸哥啊 他在牌桌上打牌的內容 我認為他就是這種 會過度侵略的玩家 其實大家從之後有幾頭牌 這牌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到底有多兇啊 那對上這類型的玩家 我認為這邊就會是一個明確的跟注 那成功之外 他只有炸我之後 我重買到了40萬大關 接下來又來接收火花手 那接下來這牌呢 是MP的玩家 Open的2萬6 全部的人蓋牌 蓋到我在大忙的位置 我們到了KQ不同花 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發牌了70Q 兩張黑桃 雖然臺灣上有兩張花 並且連結性還蠻高的 讓我集中個頂對Q 帶K後門花的可能 我過來之後MP的玩家 下注了3萬 而這邊其實我要 Check COLE 還是Check RAISE 都可以 如果他下注小一點的話 我是會高我頻率的Check RAISE 下注中等的話 我覺得就看玩家的傾向 你可以選擇COLE 你也可以選擇RAISE 那這次我是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KJ 9K 9J 89 69 86 J BUTTON 以及兩張買花 沒中的可能 最重要因為我的KQ 在FLOP上面沒有Check RAISE 所以這個組合跟3條7 我都會放在下注的範圍裡面 因此我想一想 下注了10萬 接近80%抵持的重注 那一面的玩家 想了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最後他還是選擇了跟注 而我打開了我的KQ不同花 他蓋掉了他的手牌 我成功的收下這個抵持之後 充滿來到了56萬多 接下來這牌是BUTTONWAY的法國GIMMY OPEN的2萬6 想盲開牌之後 我在大忙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JQ不同花 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我打開了789 兩張梅花 我過牌之後 法國GIMMY下注了4萬3 那這是一個連結性非常高 有天順 而且還有兩張花面的翻牌 那這邊我有個兩高張 在卡順時 跟HOME HOME HOME的組合 我選擇了COLE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推了一張愛心6 讓檯面上變成一張5 跟一張10 就沉順 那我過牌之後 法國GIMMY想一想 也跟著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合牌 那RIVER有一張黑桃A 那這邊這團的牌面像 如果合牌掉A的話 我們會比較高拼的check 不過因為這是一張沉順的牌面 這加上法國GIMMY 在turn上面過牌 它的範圍有順子 也就是5跟10並不多 再加上 其實它有AX 也不見得會在這個合牌下注 而我的牌又只有QHIGH 完全沒有雙上價值 那我就在這邊 自己跳出來 下注炸火了 那這邊其實GTO理論上 跟實戰的策略 長得差不多 我們在這邊會下注的 價值範圍就是 以順子為主 那照我的範圍 則是會一些 譬如說JX 或是買花梅中等組合 那我在這裡下注了10萬 GIMMY想啊 如果我有順子的話 我也會下注這個尺寸 而法國GIMMY想了半天 大概三分鐘吧 他最後 選擇了蓋牌 然後他一直說 然後他一直說 他有兩隊 叫我開一張牌給他看 我就一直一直 開了一張梅花均 讓他留下了無限的遐想 那加這個牌啊 是前衛的Regular Open了2萬5 8等玩家跟注之後 我在想個位置看看我的手牌 我玩到了K圈不同花 也選擇了Call 大盲玩家也選擇了跟注 那這是一個四個人 一起看到翻牌的Flop 那Flop來的Q53不同花 算是一根偏乾的牌面 那我跟大盲的玩家都過牌之後 前衛跟8等玩家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四個人看到了轉牌 看來一張磚塊石 讓我有了雙頭順的可能 那這邊呢 我自己跳出來下注了3萬 大概30%的底池 那這裡我沒有下注的原因是因為 在四個人的底池當中 大部分的人在轉牌上都不會扣得太寬 我這個下注的目的 主要也只是給A高牌 跟一些小子收益隊施壓 我完全不認為對方會蓋掉Q或是10 那在我下注之後 大盲的玩家蓋牌 前衛的玩家Call 8等玩家也蓋牌 前衛的玩家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River來一張梅花2 那這邊我想了想 其實我跟前衛的玩家交手次數並不多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機會蓋到 11對或Q一對 所以我想了想 下注了5萬5 3分之1個底池 那這邊如果為一些Q8或Q的同樣 我也會下注這個尺寸 那我主要希望打蓋的是它範圍裡面 譬如說AK、AHR或AX、磚塊等 比我有攤牌價值的A高牌之外 以及它可能會跟注一次轉牌 然後再盒牌蓋掉的手禮隊 那在我下注了之後 前衛的玩家想了想 也選擇了蓋牌 不過成功的收到這個底池 籌碼也到了76萬左右 那我連收下的幾首底池 包含幾個炸虎都成功的過手後 我的籌碼非常順利的來到了76萬左右 這時候我們迎來了Day2的 作為一個休息時間 而接下來的兩個 盲度級別分別是小毛大盲 1萬1萬5跟1萬2萬 真的是心風血雨各種火拼啊 首先休息時間結束 我們就先迎來了一把 關鍵的ALL-IN跑馬 最本是全部的玩家蓋牌蓋到了 COA的波蘭兄哥 可能是因為小盲跟大盲的玩家 都是短碼玩家的原因 他在這裡直接推出了ALL-IN 45萬30個大盲 而我在巴騰會看一看我的手牌 我有AQ不同花 那這邊大部分玩家如果有 譬如說JJ、QQ、KK、AA 或者是AK的話 都比較不會直接推ALL-IN 他在這裡比較會直接推ALL-IN 我上次的ALL-IN 早上 早上 你得ALL-IN 我上次的玩家蓋排之後 大盲看自己的底牌 他被選擇了秒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的 3位ALL-IN 跑馬 我們來看到三個玩家的底牌好了 大盲玩家先開牌 它有一對Q 但是跟它的ALL-IN 並沒有特別重要 因爲它其實只有7個大盲 10萬5千而已 重點是我跟卡鬥 波蘭兄REG 的最派 可是有接近70萬的大小 而他開牌非常好的訊息 他有 AJ 不同花 一個勝率被我壓制的首排組合 那不論我有沒有跑贏大盲玩家的 QQ 我只要頂住這個我跟卡特 波蘭熊哥 AQ 對上 AJ 勝率首排壓制的 賽帕 ALL IN 我的籌碼就可以來到了一百萬大關 那就讓我們看到翻牌吧 那翻牌出來是 P9J 沒錯 讓他擊中了一對J 但也給我額外四張時可以中順子的組合 但是全排非常的差 他來了一張愛心2 因為波蘭熊哥手上有愛心A 所以我的奧子減少了 而REAL 來了一張專快7 沒錯 正義缺席 我不只輸掉了三家 ALL IN 的 main part 還輸掉這個跟卡特 波蘭熊哥 非常關鍵的勝率首排壓制的賽帕 那我頂不住這個跑馬之後 籌碼也降到了31萬左右 這時候我們來換到新的桌子 沒錯 奏牌真的是超級重傷 因為輸掉大盲只有七個大盲的QQ 完全沒差 但我跟波蘭熊哥 這個鞭齒可惜有接近70萬 非常的大 那這個手排組合壓制勝率大幅領先的跑馬輸掉後 Poker News的記者也有過來報導這把慘淡的手排 對 那噴掉了這手排之後 我的籌碼降到了31萬左右 這時候我也拆了拆到了新的桌子 那我到了新的桌子 也有辦法把失去的籌碼給打回來呢 叫我們看下去吧 那這排是全部的玩家蓋牌蓋到小盲位的日本玩家 他Open了4萬5 而我在大盲位看了看我的手排 我看到了24童花 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包排了27J兩張黑桃 給了我一個抵對二代買花的可能 而小盲的日本玩家下注了1萬5 一個非常小的尺寸 那這邊我有位置的情況下 其實也沒有什麼Race的必要 所以我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看來一張愛心5 小盲的日本玩家繼續下注了3萬5 大概4分之1個點10的組合 那同樣的給我的賠率也非常非常的好 不過有抵對代買花 當然還是繼續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到盒牌 那River來了一張黑桃A 讓我擊中了正門花 這時候啊 小盲的日本玩家選擇了Check 而我之前有看過這位日本玩家 有打過幾次 我認為他應該是比較偏向 娛樂玩家的類型 我覺得他在這邊啊 就非常像一個LX 在翻牌上跟轉牌 不知道Check被我打到怎麼辦 所以就自己下注了 那盒牌最後一張A 本來想要自己下注 哇結果變成成花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通常這類型的玩家 會在盒牌上面想要選擇Check Hold 所以我決定要拿滿我所有的價值 我直接推出了All In 後手的20萬 200 而這時候小盲的日本玩家 陷入了場考 他想了非常非常的久 在途中啊 大家也可以聽到我來問他說 你是不是AQ You got a S Queen 因為我在想他想了非常非常久 就像他翻牌前的Race 他有可能就是譬如說AQ啊 AK 只是手上沒有黑桃的組合 那他在聽完我講完說你是不是AQ之後 想了想 選擇了Call Sorry I just kidding 而我打開我的銅花 他開牌 他果然是AQ 不銅花 我這盒牌拿滿了全部的架子之後 籌碼成功的翻倍 來到了60萬大關 那接下來我掉了幾首小的底池 籌碼稍微降到了50幾萬之後 又迎來了一首關鍵的 All In 跑馬 接下來這盒牌啊 是我在Cardoff的位置拿到了一對八 Open了3萬5 BUTTON玩家想一想 直接推出了 All In 34萬 小明哥大王的玩家蓋牌之後 這邊34萬大約是223個大盲左右 那這邊BUTTON對上Cardoff這個籌碼量 他All In的範圍會有一些比我好的對子 但也會有比我小的對子之外 他也會有一些譬如說AX啊 或一些枕頭牌啊 兩高章等組合 那這邊如果對上推得足夠均衡 推得足夠多的玩家的話 在這裡理論上 我是要跟注66項的對子 AX童話以上 AX童話以上 以及一些KQ童話的 那如果是低級別的話 還要想 但這個等級的對手絕對是推得足夠的 所以我的88就會是一個秒跟 開扣 那我跟注之後 BUTTON玩家開牌 他有AK童話 那就是一個勝率小幅領先的 All In 跑馬 我有辦法成功頂住 收復我剛剛被欠的EV 重新想起 正義即行的節奏呢 就讓我們看到翻牌吧 Flop來了 JJ7 兩張梅花 讓我閃過了A跟K之外 轉牌的梅花4 對我來說也非常的好 讓對方的梅花A跟梅花K 都不會是奧詞了 而最後River了一張黑桃3 總算是正義之星 我前後頂住了這個All In 跑馬之後 重新回到了八九十萬左右 那後來我又有一首大盲抵抗22童話 然後翻牌的是554 大家過牌 我轉牌下注收下抵制之後 重新回到了九十萬大關 這時候我們迎來了Day2的 最後一個盲目級別 小盲大盲一萬兩萬 大盲賢助兩萬 而這個級別依舊是火花四射 我無法繼續的累積籌碼 順利停過Day2 進入到Day3的復賽呢 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那最後還是卡魯玩家Open的四萬 我在Button的位置 拿到了KJ不同花 選擇了Call 小盲玩家蓋牌之後 大盲玩家是一位韓國大叔 我跟他打過 非常的亂來 非常的瘋 他3倍到了14萬 那卡魯玩家想一想蓋牌了之後 這邊我會選擇Call 一來是他3倍的尺寸非常的小 又的賠率非常的好 二來是他算是桌上 唯一的娛樂玩家 也是比較瘋比較亂來的類型 所以他會有很多奇怪的牌這樣子打 三來是對上這種比較瘋 比較亂來的娛樂玩家 我們有位置的情況下 可以跟住的更多 基本上我只要中了一個頂隊的話 通常就會跟他打光的 那我跟住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翻牌了26Q 兩張黑桃 到完為了韓國大叔Check之後 而這邊我沒有什麼太多的下注理由 一來是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打蓋太多 比我好的 譬如說A高牌或是會對之外 二來是我手上也沒有黑桃的組合 所以我下注被他跟住之後 我轉牌的延展性太差了 因此我也選擇過牌 希望能夠在轉牌上面 沾到K或者是J 那推卵了一張 梅花舞 那這時候韓國大叔跳出來下注 14萬5千 那這邊什麼都沒有的我 就是很輕鬆的選擇了蓋牌 但在我蓋牌之後 韓國大叔他竟然亮牌了 他有 J7 不同花 沒錯 果然跟我想一般 他真的會有很多亂的手牌 不過在我們的範圍裡面 會有更多 更好風險更低的組合來跟住 我覺得這個KJ 不同花 沒有必要硬跟 那在這首牌 是我在前衛的位置 拿到了一對十 Open了4萬5 MP位的玩家跟住之後 大盲位的玩家也選擇了Home 我們三個人看到翻牌 那Flop來的AA4 不同花 大盲玩家過牌之後 這邊如果我是大一點的手裡隊 譬如說KKQJ的話 我會選擇Check 但如果是一些中的手裡隊 譬如說78899的話 我會選擇下注 那實實話 只是可以下注 也可以選擇Check 因為我希望可以打開他的範圍裡面 如果他有KQ啊 KJ啊 或者是JQ同花等組合 會因為推的是三人池 而跟住的不會比較多 可以贏得更多的Equity 因此我下注了4萬 大約四分之一個底池 那MP位玩家選擇了跟住之後 當了玩家蓋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TEN來一張梅花 J是一張高牌 我選擇過牌之後 MP的玩家也選擇了過牌 我們兩個人看到合牌 那River又來一張高牌 專快Q 那這邊呢 如果我Check被他下注之後 我本來就會蓋牌 因為他在翻牌上面 我認為他不會跟得太多有的沒的 那這邊我會選擇繼續過牌 因為我還是可以贏他範圍內 比我小的手裡隊 譬如說6678899等組合 而這個範圍上是三人池 我認為他本來就不會Flow太多 所以他在這邊下注的話 我會直接蓋牌 畢竟我的範圍裡面 有更好的組合 可以跟住這個合牌 但在我Check之後 他也選擇了Check 那我開牌之後 他傲傲地搖搖頭 選擇了蓋牌 你覺得A so nice 而這時候我也問問他 他應該就是8899的手裡隊 那我收到這個底子之後 籌碼也來到了快要100萬大關 那我收到這個底子之後 籌碼來到了接近100萬大關 而這舞牌後來也有被PokerNews報道 我就是看到報道 他想說 我下家玩家的名字 怎麼有一點眼熟 才發現他是知名線上高額玩家 Patrick 他的ID叫做P-S-E-K-E 是Running Once 跟Beat B的高額教練 那我後來也跟這位Beat B的教練 對決到了好幾首火花手牌 那今天這首牌呢 是全部的玩家 蓋牌蓋到我在小朋友的位置 拿到了K3銅花 Open的6萬 那大門位是一個Beat B的 一個線上鋪的教練 他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翻牌 那翻擺了QJ9不同花 給了我一個卡順時代後門花的機會 那這邊我消息有半個底子7萬 希望可以打開他範圍裡面的一些 AX等高牌 或者是 呃 9以下的手裡隊等組合 不過大門位的Beat B教練 選擇了Call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轉牌 他推了一張非常不好的牌 梅花J 因為這是一張第六段的疊牌 對他的範圍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那在我過牌之後 Beat B的教練下注了15萬 是一個超池下注 那當然啦 他除了一些J3條的價值組合之外 他也有可能會有一些 買牌的組合下注這個尺寸 不過我的範圍裡面 絕對有更好的牌 可以跟著這個轉牌 那我的K3愛心 在這邊就是一個輕鬆的蓋牌 那我輸掉這個提示之後呢 重買回到了80多萬 現在這首牌是剛剛那位 韓國風大師 在MP位Open的6萬 全部人蓋白蓋到我在大門的衛星 我到了A2不同花選擇的Code 我們兩個人看到翻牌 發白了JJ3 兩張梅花算是一個偏乾的牌面 因為如果他下注的話 我會選擇跟注一次的 並對他這種風大師 他的範圍裡面會有太多垃圾 這樣子下注了 但在我過牌之後 他也選擇了Check 我們兩個人看到轉牌 那當然一張專快商 這張3對我來說非常的好 原因是因為韓國風大師的範圍裡面 沒有什麼太多的3之外 如果他有一些比我好的A高牌 也會因為這張3變成JJ33A 而形成Trump的局面 那在我過牌之後 韓國風大師也選擇了過牌 那Rio來一張愛心漆 正當我以為這張漆應該是一張白板 繼續選擇過牌之後 韓國大叔也選擇了Check 沒想到他勾到了這張合牌漆 沒錯 還有七八黑桃 而我輸掉這個底子之後 充滿降到了不到80萬人 那經營了一陣亂流 讓我的充滿天破了80萬大關 但在Day2的尾聲 我贏來了幾首販賣前的工房 而且還有幾首是直接推出Oin的關鍵手牌 現在這首牌是全部的人蓋牌 蓋到我在Color的位置 我拿到了AQ不同花 Open了4萬5 Barton跟小猫都蓋牌之後 大盲位的Regular在這邊 3倍到了17萬5 大約4X的尺寸 那這邊對上會長的職業玩家 拆大盲位3倍的範圍會比較兩極化一點 那如果我是AQ同花的話 我會選擇Call 但AQ不同花的話 因為EQ比較差的關係 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戰上 對上大盲如果是會長的職業玩家的話 這邊三十幾個大盲都會是一個 All-In 沒錯 所以我直接推出了All-In 76萬多 那當玩家想了想之後選擇的蓋牌 我收到這題之後 充滿回到了90多萬 今天的中牌是我在MP的位置 拿到了時間不同花 Open了4萬5 CIO跟Barton玩家蓋牌之後 小猫玩家選擇了Call 但玩家蓋牌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翻牌 放牌了489 兩張梅花 給了我一個兩高張帶雙頭順的可能 那這邊小猫玩家過牌之後 我下注了4萬 大約30%的底石 希望可以給他的範圍裡面 如果有一些小的對子 或者是AX童花 以及KQ KJ K10等一些組合壓力 不過這時候小猫玩家 Track Race 到了11萬5 那這邊我有兩高張帶雙頭順 是必須選擇跟住的 那我選擇Call之後 我們兩個人看不到轉牌 看來一張梅花6 讓台平上的正門花中了 這時候小猫玩家 繼續下注了18萬 大約半個底石 那這邊雖然我有一個雙頭順的可能 不過這時候台平上已經成花了 那我手上沒有梅花的組合 當然就是很輕鬆的選擇蓋牌 那我需要這個底石 後呢 籌碼交到了80多萬 那接下來最後牌呢 是BUTTON玩家 Open了4萬 我在小猫看了看我的籌碼 我也有一隊伍 而這時候我看了一下 大盲位的B2B教練 以及BUTTON玩家 還有我 我們三個籌碼都在40個大盲左右 因此我選擇了Call 那這時候大盲位B2B的教練 擠壓到了16萬 八個大盲 BUTTON玩家想一想 選擇蓋牌之後 這邊對上這種等級的玩家 我認為他的擠壓是絕對足夠多的 我這個一隊伍是不能蓋牌的 我要不就選擇Call 要不就選擇All-in 那這邊我的判斷的標準是 我知道他是B2B的教練 但他那時候應該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在第一名我按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他在這邊是不知道我會推得多寬的 他有可能因為不知道我是誰而Over-Fall 所以我直接推出了All-in 大盲位的B2B教練 想了半天非常痛苦的 最後才是選擇蓋牌 那我收下了這個非常大的抵失之後 抽碼還到了100萬大關 那抽碼結束之後呢 又洗了一圈大小盲後 Day2就結束了 我就以均滿也就是100萬左右的 抽碼量記錄到Day3副賽 那此時920位的參賽人數 場上只剩下最後的46位 每位挺進Day3的玩家 都可以獲得最低 15482美元大約是台幣483,000左右的獎金 但我們的目標絕對是挺進Final Table 並且爭奪超過771,000美元 也就是新台幣2400萬的冠軍獎金 以及象徵到的WSOP金手鏈對吧 那我在Day3的表現又會是如何呢 就讓我們下個影片再揭曉吧 好那以下最新影片的內容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別忘了按下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想要觀看更多撲克影片 或是加入頻道會員專屬的群組 與我交流互動的朋友 歡迎點選下方訂閱旁邊的加入按鈕 那最後不論是想要打撲克還是學撲克的朋友 別忘了加入我的官方Linead 並追蹤我的IG跟FB粉專跟DC群組哦 那我是小六 我們下一集再見